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新政府原住民行政处8号的下午是在 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了听歌的表情 原住民生活歌谣特展的活动 并且透过七个单位的协助 展现出平常传唱在部落之中的鼓调 特别以鼓调新唱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 花莲新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与其他几个单位 共同所举办的听歌的表情 原住民生活歌谣特展 8号下午是在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了开幕活动记者会 多位新议员以及原住民行政处副处长 也都到场出席之意 虽然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在我们的表现上面 但是花莲的绿绿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也有非常多的改变 有像今年的零月风年节 有一天我们整个就是演唱 以前三天也有舞跳舞 今天过一天整个都是演唱 那么今年出版了黑海蓝山的CD 我们六个族曲的歌手 有些是创作的 有些是传统的歌谣 还有今天的这个展览 然后还有我们下个月 应该是这个月了 待会在瑞帅进行的这个花莲新音乐节 我们也争取了这个花莲新歌手的创作歌曲 但这一页串的过程 也是希望能够反转一下平衡一下 在业务的部分 我们除了继续在业务的部分来表现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花莲原住民非常好 非常优美的歌手 非常传统 或者创新的歌手 能够逐渐的带动起 而在这一次的策展活动 是由台东史前博物馆 透过七个原住民地方管社合作 以七步走找东西为主题 所以在这上面有一个七步走找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今年七个原民馆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策展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年陆续在各个地方 在我们东区有七个原民馆都推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那今天那个就是来到花莲馆这里心里很激动 因为这里其实是 花莲馆是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东区联合策展的发运地 我们就在去年的9月9号 在我们的二楼和三楼的会议室 我们东区的伙伴决定说 我们2020年要来办这样子一个展览 原住民行政处更希望这个展览能够从过去在舞蹈表现提升之后 再融入部落音乐的元素 让花莲的部落文化能够从舞蹈、音乐、艺术多个面向的创作领域 逐渐形成部落青年对文化传承的热情 记者林杰花莲馆采访报道